每周五次每晚六点央视七套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五六七 第六节全国农民运动会开赛呢已经五天了 从充满活力的五龙五师到你真我多的龙舟竞赛 到区域恒生的田间竞技 相信大家也是一饱眼福了 我自己啊看了也是觉得非常有意思啊 今天的我们前方的记者还要带大家一起去看看摔跤比赛 这农运会上的摔跤 同奥运会上的摔跤可是不一样的 是地理道道的中国式摔跤 规则呢很简单 不管哪一方选手 只要是除双脚之外的任何地方触地了 那就算丢分 特别精彩 咱们赶紧去看一看 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会的中国式摔跤比赛 在福建泉州的桥乡体育馆举行 我们的记者恰恰碰到了本次比赛的副总裁判长马建国 听他现场解说了82公斤级的一场精彩比赛 现在进行的是82公斤级的第四轮的比赛 红方运动员欧东斯都代表河南参加比赛 赵阳呢是来自湖北 欧东斯都是曾经拿过全国锦标赛的冠军 就是红方选手 欧东斯都的特点呢 主要是这个力大 正面进攻技术动作比较突出 但是那个技巧性稍微差一点 现在两个人呢在抢手 因为中国式摔跤一直抢的就是手势两扇门 所以他要先要抢到有力的把位 才能使上动作 脚上好像有蹬踹的动作 那不叫蹬踹 现在红方运动员使了一脚踢 因为他这个手法做得不对 所以这脚踢呢力度又不是很大 我摔跤呢不叫踹 他主要是踢 踢呢主要是起到一个篮的作用 台北人在提醒双方运动员要主动进攻 因为两个人呢在抢好把位以后不使用动作 现在两个人在找这个把位 蓝帮运动员赵阳呢先抢到把位 我们这个把位呢叫小秀 两个人在挣着把位 这个赵阳刚才使了一下里刀钩 这个速度呢发展非常快 使了一下反攻技术动作 这个蓝帽选手那个倒地 对对对 他属于这个胸腹同时照地 用中指摔跤呢 讲究上中下三盘合一 上盘指的这是手 就是你要抢好手的把位 中盘的指的是腰 下盘主要是指的脚底的步伐 好 这动作漂亮 因为这个动作呢是一个典型的中文式摔跤动作 它叫搓 过去的摔跤手反正叫搓窝 技巧性非常强 现在两个人在抢马位 这个我们讲的中文式摔跤呢 它拥有几八手 原来汪运勉呢 在大拿着对方在找进攻的机会 第一局时间到 比赛的分那个上半场下半场 上半场为静时两分钟 中间休息三十秒 下半场两分钟 然后他的得分呢 是两局累计得分的结果为胜方 就是得分多者为胜方 这两文选手都是非常有实力的 在八十二公斤之一里边都是非常有实力的运动员 这是第二局的比赛 两个人在抢手 蓝方运动员在 我们这里叫大拿着 就是一把小袖一个大脸 在找进攻的机会 现在红方运动员稍微有一点找不着进攻的机会 如果在这样兼职下去 我看裁判要要要要做判罚了 好 这场呢也叫踢 这个猛猛选手做的这个动作呢 他叫倒八里的踢 这下动作非常特殊 现在双方运动员到第二局的体力就是消耗比较大 相对来说是进攻节奏可能稍微稍微付出这个第一局 因为在这种大赛当中呢 一个是比较紧张 再一个呢 这个第二局双方消耗体力很大 现在 好 来问对方切 这下动作特别 因为他切的时候呢 有点倒腰 这个红方运动员速度呢 他这个反攻的这个机会掌握得也好 因为为什么说中式摔掉但是一巧破千斤呢 用的就是这种巧劲 而且中式摔掉它基本的动作呢 就是大动作三十六小动作四牛毛 你看刚才这种动作你叫不上它名字 就像牛毛一样这么多 有的是 这个来方运动员体力不支了 有点 有点透支 其实到第二局到最后阶段就拼的就是意志品质 运动员到最后就是拼意志 拼耐力 看来 红方运动员 厚劲比较大 两个人在 在找进攻机会 现在从心里上来说 红方运动员已经占优了 这已经出界了 对 中式摔跤呢 它在边线这个规则上规定的就是 给对方直接不使用技术动作 推出界 爆出界 不得分 但是到边线只要使用技术动作 就应该得分 那么这个动作把对方摔出去 那么它使用动作不是很真实 但是你给对方摔出去 照样得一分 蓝方运动员取出了它的身体条件 从我们叫胳膊肠腿肠 就是调节非常好 时间大 财满要喊停了 这时候摟不住 控制不住 在结果 同方不少 我喜欢跟摔跤比赛 摔跤比赛很精彩 在我们家门口的比赛 参与 地铜饼饼干 上海资瑞食品 用红酒酒做菜真方便 美味红酒酒做菜好帮手 河蟹龙虾资料 中国名牌产品 金康达 紫茉莉莉出美人 紫茉莉与荣贝 徐家魏敏家 河蟹千万家 徐家地方 一种生猪复核资料 国家专利 重业推荐 科学产业布局 合作力气开发 现农洞造商 早上热线 0744-6232-700 粉丝加魂吻 就这味儿 正向夜迈食品 诚信沙发装店 诚信品质 大家品味 山东合泽 欢乐 和谐 激情碰撞 绿色农运 金色梦想 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会 系列报道 力的对抗 毒品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再去看看今天奇葩的精彩赛事 现在它目前是经验丰富 动作流畅 潇洒大方 我们可以看到它做非常熟练 1080的绕转 目前可以说是男运动员 女运动员 同时都做1080 也就是三周绕转 它的三周绕转 我认为是最标准的 这在往回电子站中 是要一个1080完成得很好 太厉害了 这还是里一个外一个的1080 现在咱们可以看到 这是两周的外落里 外边落到里边 这三周 它的三周都是 怀关节围着剑子 这两周外落里 在拉样上 这个动作叫拉样 来自于燕子的 在夏天 互相追着 到水面 拉起一条弧线 这个动作是跨花篮 现在是双剑了 现在双剑 这个双剑 这个动作是天津首场 一人三剑 一人两剑 在以往的比赛中 曹勒 受过财务长的多次加分 它这个双剑 一个落在脚上 一个落在前额上 连续三次 一次失误 完成了相当好 没有一次失误吧 没看到一次失误 而且啊 郭知道 我觉得它的动作 不仅熟练 难度高 而且 不有一种舞蹈的美感 现在上场的是北京选手 吴山 北京选手 吴山呢 是北京是正上中学的学生 只有15岁 现在他完成这动作也很精彩 他刚才完成的是三次后的和一次垂手龙 这目前只有他一人能长 他完成的是要环笼 两次完成很好 过桥 过桥 过桥头 左右两脚的这叫做花线 也是一个角度能弄它 720度绕转 完成的挺好 大家可以看他的收尾动作 这个动作也是只有他一人能弄完整的 这叫撑子 这对上摆 没有失误 完整的很好 他除了绕转的动作难度不如张蕊难度高以外 绕转周数不如张蕊高 整套动作应该从整个难度中来说 用劣进 张蕊 但是他有两个动作是其他人还没有 一个就是不用手扳着 把上去腿 对 这个花线动作叫做垂手 垂手龙 这个可以算到创新动作加分里面 这应该算创新的 因为历届比较重 没有人能弄 还有他的节速动作 使用一个脚男的 一般是男还是男的 完成的 直腿外摆 这样的一个动作 我们管的花店里面管的叫做撑子 就像口袋给撑开一样 腿从上面过 腿从上边过 用另一脚就收到这样一样提起 通过慢动作呢 我们更能看清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 非常复杂的连接和组合 这个左右两脚的三面的绕战 这应该有难度性不加分 最终 北京队的吴山和福建的陈嘉丽 以9.39的分数 并列第一名 广东队的张蕊取得了第二名 第三名被重庆队的风波获得 在今天的比赛现场 记者看到了一位叫张新饶的胖小伙 你猜猜 他是参加什么项目的 摔跤 实话跟你说吧 张新饶可是广东剑球队的主力复工 很多现场的观众都怀疑 就他这样的身材 还能踢好这轻铭的剑球吗 是怎么会想要来学这个 减肥吗 会减肥 那场上会不会有什么负担啊 不会的 会的没事的 就习惯了就好了 其实活动范围很小的 只不过就是那些移动的 瞬间的移动速度快一点 你可以的 说归说有他在 我还真为广东剑球队捏了一把汗 比赛开始 对手是不见对 哎 在这快节奏高技巧的剑球比赛中 张新饶居然毫不逊色 灵敏的伸手 在队友间不停穿梭 进攻 防守 样样游刃有余 对手实力也很强 比分交替上升 最后 广东队以2比1的总比分 战胜了福建队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比赛啊 一分钟的实践 一分钟之内 结束你的投资动作 第二个要注意上去后 面对器械落地的方向 在来比赛 第三个一定要注意安全问题 普通裁判的指挥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女子原地 抛制秧苗比赛 比赛用的秧苗就是她 是用塑料特制的 一号头 二号准备 比赛的场地 是在平坦的土质 或水泥地面上 画上长40米 宽6米作为抛制区 中间用抛制板 隔成220个小隔 央苗落到哪一个分数隔里 该选手成绩就为多少分 每名选手都有三次抛制的机会 取最好的一些拍子成绩 作为最后的分数 抛制央苗可采用单手 或双手抛拍 你看 选手们是各显其能 什么样的姿势都有 你这动作不怎么标准 没练 啊 压线 压线 压线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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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鱼瓶获得了第一名 鱼瓶获得了第一名 在呼唤笑 伴着泪水 超越梦想一起飞 你我需要真心面对 让生命回味这一刻 让人烛线上 hall 还彻不消灭水 练买线有效 只能为你这一刻 超越梦想一起飞 你我需要真心面对 让生命回味这一刻 让岁月铭记这一回 朝鱼梦想一起飞 你我需要真心面对 让上面回味这一刻 让岁月铭记这一回 刚才我们看到的摔跤比赛 要求选手是刚柔并记 踢键子呢 有直接的对抗 也有一些花活 农运会上的这些比赛 力量速度技巧是一个都不能少 总之我们农运会的比赛 看点还真的是不少 你看 只要咱们老百姓上生活中 能够接触到的运动形式 在这里基本上都有 希望您不但要看 还要积极参与 这农运会本来就是咱们自己的运动会 不是吗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一18点05分 再见